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新 在北京通州区呢有这样一个艺术小镇 聚集了境外名艺术家在这里生活创作 这里就是中国宋庄 最近宋庄的艺术市集正式营业 成为右翼网红打卡地 今天小新就带大家实地感受一下这里的艺术氛围 您做的这个是什么呀 金属战克 我们是做同标的 这个难点是啥呀 难点就是说手一定要稳 两个手一定要配合好 宋庄镇艺术小镇 俗称就是我们的画家村 1994年第一批画家落户宋庄镇 到现在已经有30年的发展 现在已经聚集了近万个艺术家 在这边生活和创作 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影响力的艺术小镇 基于宋庄镇有这样庞大的和丰富的艺术家资源 建立了中国宋庄艺术世界能给他们提供交易和展示的空间 可以看到这个市集的一大特点就是艺术家们大多在现场创作 现场售卖 艺术家和民众可以更加近距离地交流 就是感觉这个市集很有体验感 比如说我们买这个小布产品 然后就可以直接问这个创作者 然后问他的这个制作的过程怎么设计的 那个小孩 然后我让他画他很害羞 然后他爸妈说你去画吧 就是艺术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美好 从最初的画家村到现在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 宋庄为何能吸引这么多的艺术家 在市集上 几位在这里创作生活十余年的艺术家告诉记者 低廉的房价 广阔的空间 以及宋庄多元和包容的艺术氛围 让他们在此驻足 有年代出 这个地方还是挺贫穷的地方 但是它适合画家生长 当时的房租也便宜 北京还近 就是说学籍啊 或者是教着都方便 来宋庄也就十二三年了的 当时的环境啊 当时环境周围都是玉米地 在一个空地上 大家都把雕塑啊 画啊摆在空地上 然后那么去销售 其实那个时候就预示着 宋庄其实缺少这么一个市场 艺术家展示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风貌 怎么去启蒂你启发你 虽然是一个村 因为它接受的是世界的文化 来自全世界各国的文化都有 比方说俄罗斯对我知道 还有些非洲的国家的 他们就是创作主要的是西方的绘画题材 雕塑什么都有 如今随着美术馆 艺术市集 商业街区等落地发展 宋庄艺术产业更加成熟 也不断吸引着国内外的年轻艺术家们 来此交流学习 你可以发现就是无论是在菜市场也好 或者是一个超市一个饭店 也许某一个普通人他就是一个什么艺术家